謝謝主席 這樣就太平衡了 如果說以後大家私底下 體委會去到委員辦公室講一講就OK的話 那也不用再開委員會啦 甚至我們體委會有大四半 我們辦公室沒有接受到 你任何的溝通 有溝通嗎 還是不用 因為那個民進黨的委員才三個 國民黨的委員喬我好誰就好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審這個根本就是國民黨委員審就好了啊 我們也不用審啦 有預算就是這個樣子了嗎 剛剛洪委員已經講了 你有到他們辦公室去講 我們辦公室都沒有接到 任何你們來解釋 為什麼沒有辦法 先通過這個辦法之後才審激進的原因 如果今天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就國民黨審就好了 民進黨就不用審啦 好看